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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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講第二個戰爭 比較重要的是 加武戰爭 18-94 是加爾戰爭 那這一場戰爭呢 其實也是在主要是打北部 可是日本人因為想要來臺灣 所以他們就把他拉到澎湖 那在這個戰爭裡面呢 開始有準備 所以當時呢 當時的臺灣群組 他就主要就守住 因為想說如果是北陸下來的 那基隆跟淡水應該是很重要 所以就有四球雲炮台 這是在流露場的時候就弄 所以就請了悟空林家的林曹洞來守 因為他最知道怎麼守 所以這就從四球雲炮台 下去看了整個基隆 他可以二守 就是在我們那個大葉隧道的頂端 大概就是那個位置 那你看日本人進來的時候 他就是從澳底嘛 為什麼日本人會從澳底 因為清化戰爭的時候 日本人已經來觀戰過了 他知道淡水這邊怎麼出擊 他覺得這邊不能來 然後呢基隆這邊 已經有一些防御公司 所以這邊也不能 所以他就去澳底 他就從澳底然後進來 那一進來呢就走到這邊 進來 那你知道那個時候 明朝動已經沒有在守 守思求靈了 因為當時的台灣巡撫叫做唐景松 就是後來變成台灣民主國的總統 他就不信任台灣的士生 他就叫那個靈朝動回去守戰 他就給他們一群那個 從福建來 不知道是瑪利亞巴的那些 那些士兵來守四丘陵 那些人來看到日本的 然後就跑掉了 所以日本人進到四丘陵 說這個完全沒有抵抗的根基 就走 完全沒有抵抗 因為那些不想抵抗 而且那時候的泡台 不能這樣轉來轉去 日本想的話好不好 所以沒有守 然後基隆一失守 然後那個那個 當年那個 唐景松就想把那個完蛋了 所以他們就繞毫了 他就毫掉了 所以就那個日本人到了戲子 到了戲子 然後就有那個 咕咕咕咕咕 咕咕 賢隆 還有李春生他們就去 把他頂進來 所以這就是基隆作為一個關鍵 這個時候 不過這個 對 因為這個時候 那個 那個基隆隧道已經出來 那等一下我再講這一段 因為我把時間往後跳 好了 那就戰爭就進來了 那日本人就進了台北城 然後呢 後來日本人來之後呢 他就開始大量建設基隆 尤其他 因為尤其要日熱戰爭嘛 那基隆 日本人就以基隆作為主要的一個手 就是我們上次去的那個 基隆廖賽做種子力 那很多的炮災 就在那個時候建構起來 所以日本人特別的把基隆 作為他軍事上的藥地 OK 這是用軍事寫出來的故事 我現在 我來講我的流民船 這是流民船 在我們學校的一個雕像 這是合肥送給我們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流民船在基隆 有流民船路 還有呢 流民船國中 隧道 蛤 隧道 隧道 還有流民船的那個 施求嶺的那個隧道 對不對 好 那流民船為什麼要 這樣的來建構基隆 那第一個 他來台灣的第一場戰爭 就是在基隆跟淡水碰到的法國人 所以他深深知道基隆這個位置很重要 這是他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他對 他為什麼要建構這一場 這一個隧道 其實這個隧道的建構 這個是流民船隧道 來 告訴你 其實他來 他把火車開到基隆 是不變異眼 鋪好 不是 不是 她最愛 很飛去 那個隧道很難開 你知道以前 現在開的隧道都那種困難 所以聽說他剛才是兩邊 對活 倒不准 那又拉不准 他也會抓不准 怎麼抓著都 哄哄哄哄哄 好不用彩頭 來 他是怎麼樣一直要彩色 Tool 他是怎麼樣要彩色 第一個 他很愛蓋鐵路 為什麼要把鐵路跟路線的背端 衝到其他 其實第一個就是他來臺灣以後 他到不了南部 因為那個時候臺灣的最高領導人叫劉豪 這是湖南人 那湖南人跟安徽人天生苦紅 不能說天生啦 向來就不可嘛 就是左中棠跟曾國藩的那個時代開始 湖南人跟安徽人就是不合 就是不合 那劉豪他們是湖南人 所以呢 他對於劉民船超級給他不說 因為我坐臺灣道是臺灣最高領導人 那你劉民船來叫清差是怎麼回事 就直接往我頭上頂個大口 所以你打你的我坐我的我就沒有了意義 所以劉民船打完戰爭開始要健省的時候 他最大的困難就是募集廟前 那那時候最好賺的錢叫做茶葉 所以他要籌錢建省要錢 最重要能夠賺錢一個叫茶葉一個叫賬號 那茶葉從這兩個想辦法來弄到錢 那當時呢 最多的花錢是花在鐵路 那劉民船幹嘛那麼愛鐵路啊 我告訴你 因為臺灣的茶是1866年才進來臺灣 是有揪動他把福州的茶帶到臺灣來 所以臺灣不是制服這個茶 臺灣沒有茶 1866年之後才有 是由那個大稻埕的禮拜 宣傳身 當他的脈扮兩個一起進來 那本來是在萬坊後來嵌道大稻埕 就不講了 那好了 再大道理 就是台灣各地都種茶 可是鐵火車不用去運茶 那茶很平的 更來得到 那在這邊做盤茶之後 就從淡水就運 然後從淡水就運到 那時候台灣的茶是烏龍茶 主要是賣給美國 因為美國要烏龍茶 那所以他就從淡水出口到廈門 廈門再運到美國 那你知道嗎 從這裡 從淡水出去到廈門這一端 這是英國人的船隻 英國人的船的公司 然後有固定的船班在往這裡走 然後到了廈門之後 由廈門的商人主導 然後再運到美國 所以台灣人要賺到那一塊 只種茶葉跟做茶 這樣 再來都是民國人的錢 那流明船要賺錢 要怎麼賺 流明船要賺哪一塊 能夠賺到錢 鐵路 鐵路就蓋去淡水 不可以了 因為這條最好蓋 這個沿著河岸就蓋了 還不用歐白歐隧道啊 不是嗎 而且不用鐵路啊 有船運就好了 船運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前面說什麼 說上帝把流明船的這一個門關掉了 到這裡就是英國人的啦 英國人的啦 你流明船沒有啊 所以流明船那時候左思右想 左思右想 因為流明船是鐵道迷 他最愛鐵路 他就想說喔 啊我如果沒有鐵路 不這樣好了 我如果沒有船 我如果沒有鐵路 我來鐵鐵路 然後我就往基隆走 因為他知道基隆有港口 他有用的港口就出去了 所以呢 他當時喔 他健體路主要是運茶店 那為什麼要往基隆走 因為這一條路被擋住了 他只好穿山越嶺 到了基隆 就是被英國的道德拉斯公司抖斷 外貌就掌握在夏門商人手上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你流明船沒錢賺錢啦 所以流明船就給大家說 來我成立了商務局 商務局就是現在北門後面那個鐵道部 原來就是商務局 然後他就說 我們自己來買做 商人我們自己來買做 我們就是去鐵路 然後由他基隆出去 好 這就是他努力要建鐵路來基隆的原因 好 而且流明船還跟當時的北京政府說 鐵路很重要 所以他把所有人要拿去蓋台中城 因為那時候台中是省會 預定地 他就說我鐵路去好 哪有通到台中 我才去台中 始終都沒有到台中 所以都說台中人應該願探流明船 因為他把鐵路就 他把錢拿來建鐵路 他鐵路從台北 所以廣北到基隆 往南到新竹 就是這樣 OK 好 所以呢 這是流明船的考量 所以呢 他選擇了基隆 選擇了基隆 我不知道基隆 你怎麼想這件事情 感恩嗎 感恩 感恩 還說啊 那就像你太太問 你說你當時怎麼會穿我 說起來 你就還說 喔 你就是我的最愛 你是我唯一的選擇 所以我們不能說流明船來基隆 原來是 沒有啦 流明船最愛基隆 這樣講對不對 沒有啦 我們跟流明船沒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說 不過也是一個 滿好的機會嘛 那這就是後來 好啦 所以你知道嗎 流明船這個鐵路 有一種冥冥中 因為他走 他走到龜山耶 這一條路現在已經不走 然後人家發現 他那條鐵路走的一個 就是現代台北的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 那個 往盧州 往回龍的那一條捷運線 就是那一條捷運線 就是走流明船 陶傑 陶傑 不是陶傑 是那個 捷運的往回龍線 對 回龍線 對 只是他沒有走到回龍 他只走不到回龍 沒有走到龜山 但是流明船是走龜山 然後再走中壘 可是因為這裡很起來嘛 坡度很大 所以那時候到那裡都要吹火車 最後來日本人來就把它拆掉 就走兵戈嘛 所以我說我們民船有一個龜山教區 也是流明船幫我們挑好的 這樣說也對 所以流明船明明都注定要相遇 注定我們要去士林 要去龜山 所以流明船 不管他好意還是不好 至少他選擇了基隆 就成就了整個基隆這件事情 那因為他到基隆 他就勢必要一個港口嘛 雖然不太好 但是至少他選擇了這一點 OK 好 然後呢 日本人來了嗎 來 日本人來了 因為日本人的船都是從基隆港進來 他運軍隊啊 他運什麼什麼 他的人啊 這裡就離基日本最近 所以日本人愛基隆 是因為基隆離他家最近 這是第一個 所以感謝你的敵人來自離基隆最近的地方 因為他就會著力建設你 那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第二選擇 他必須要趕快的運 因為台灣的反抗很多啊 從台北以下 各地方一直反抗一直反抗一直反抗 一直反抗一直反抗 所以你不能去鐵路的原因是什麼 也是為了要給我們交通方便嗎 讓我們南來北往嗎 為了要運軍人 為了要運軍隊 為了要控制嘛 因為台灣南來北往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開一條鐵路 他軍隊就可以遇過去嘛 所以交通永遠都不是好物理 好東西 所有快速的交通都是為了控制 日本人因為當時要怎樣 所以他選擇公關鐵路從基隆開始 他沒有前面嘛 沒有第二選擇嘛 所以基隆從台鐵 西部鐵路從基隆做開始 這個還是最重要的 主要這邊還是流離船 所以如果沒有流離船 先把鐵路開過來 那我不知道日本人要幹嘛 日本人光想那個路就要想很久 所以我常講 流離船建設台灣的十七年 很努力的建設台灣這件事情 到底對台灣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清朝統治台灣兩百多年 如果沒有在管 沒有在管 沒有什麼好啊 所以日本人來要 如果他即時想來也要很麻煩的 來的也要很麻煩 所以兩百多年都不認真 就流離船來最認真 就很認真的開始建設 把台北給建設 把城牆弄好 把衙門蓋好 把鐵路開好 然後日本人就在旁邊跟他說 趕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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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日本人要來佔領台灣 馬關起來簽 他第一個目標就是台北 他就說我們去台灣 那時候台灣民主國在台北鬧了 他想說去 所以他一進城 進台北他就宣告他已經佔領台灣 作為基隆人 作為我們其他各地的人 來 你們對日本這一個宣稱 台軍 就是日本軍隊一進入台北 就宣稱他已經佔領台灣了 因為他這算是台灣的首輔 所以呢 所以台北電視台發聲 就代表全台灣的聲音 所以台北說了算 台北有事才將有事 台北沒事就沒事 台北沒有在落後全台灣都沒有在台北 台北人有銀水全台灣都沒有銀水 所以你家銀水有什麼事 你不在台北 對 對 做基隆人怎麼想 不可以 基隆有事就是有事 可是 可是 我意思就是說 台灣現在不是很習慣 台北聲音嗎 台北觀念嗎 對吧 所以我們各地應該被關照嘛 對不對 不能台北說了算嘛 所以你看 為什麼日本人一進台北 就宣稱他擁有台灣 有趣吧 那這一個以台北為天龍國為首的概念 到底是誰建構的 西門 河南的西班牙人 河南的西班牙人 什麼意思嘛 所以有這種思考 就是我們一定要撇開 就是不能由誰的觀點來 阻擋觀點 就是我們每個地方 我們每個人都用我們的角度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鼓勵大家開支媒體 你自己發聲啊 你為什麼要別人決定 為什麼你的觀點不能代表觀點 你為什麼他的觀點才代表觀點 對吧 誰說了算 每個人都說了算 對吧 好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謝謝